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你们最爱的琪琪 今天搞了很多 这个 火急下山庄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些下山庄的造型 像这一个吧 漂不漂亮 这个造型 静身高 30公分 静身高30公分 到这里 然后这上面的粗度 上面是5公分 上面是个大坨坨 弯弯的一个大坨坨 而且带有叶子 而且这是老枝条 然后明年就会挂滚的 非常漂亮 看一下这一颗 这一颗也是一样的 根系非常的好 然后这个头部的粗度 应该7公分 这下面是7公分 然后静高度 静高度是52公分 52 然后这短的这一只的话 从根部上来是27 27 然后它是 应该是母子装 还是兄弟装 怎么称呼都可以 也是非常漂亮的 这一个 这一个装 这一个装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个坨坨 也是一个坨坨 上面是两个字条 这两个字条 肯定需要修剪的 就这样子 可能是不太合适 肯定要一高一矮的 有个层次感 然后修哪一根都可以 修哪一根都可以 这个锡根要留着 要让它沉火下面的根析 长好了以后 从这里摘的时候 把层高一点 然后摘好以后 等它沉火以后 就把层冲开 保留到这个位置 就很漂亮了 很漂亮了 这个坨坨非常大 这个坨坨有 也是7公分 7公分的宽度 这个坨坨的总的 这个长度是16公分 16 然后到这边 那么是20 20 然后这个坨坨 从根部亮到顶的高度 那是50 根部亮到顶的高度 是近50公分 也是非常漂亮的 一个龙头庄 非常漂亮 把这两个脚 剪短一点 这两个脚 从这两个位置 这样剪短一点 看起来特别像个龙头 像个羊头 还是龙头 真的像嘴巴一样 非常的漂亮 这个庄 是一个小庄头 这个 这个 这个就只是带来个舍利 在这个位置带来个舍利 在这个位置带来个舍利 舍利小庄头 火急 有喜欢的朋友 这个小庄头 我可以送给你 但是 条件是你必须的关注我 必须的关注我 看 这也是一个小庄头 这个小庄头也是非常漂亮的 看起来虽然说小 但是呢 它这上面这里是空的 这里是带了纯片人舍利的 纯片人舍利 根系非常好 百分之百的火啊 高度是23公分 做小微瓶颈是非常漂亮的 可能有的朋友说 只看到火急装 没有看到火急果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火急果 多大 这种火急果是目前我见过的最大的火急果 它的整个圆的半径应该在0.8公分啊 0.8啊 也就是说一公分不大啊 差两个毫 非常大 非常漂亮 非常红 这里还有一个弯弯啊 也是也是这个弯弯也是一个坨坨 也是一高一矮的啊 一高一矮的啊 非常漂亮啊 根系也非常的好啊 根系也非常的好 然后呢 我量一下这个近高度呢 也是 这个是45啊 从根部到上面是45 非常漂亮啊 非常漂亮 最高颗45啊 然后这个可以自由的修剪 你们需要买一个 你跟我说 然后我发给你自由的修剪啊 然后这个驼多的粗度呢 是6公分啊 6公分 66大顺啊 这个驼多的长度是10公分 十全十美啊 想要这个的妆 想要这个妆的朋友也 跟我自一身啊 今天晚上我拍完视频以后 就把视频发出来啊 想要跟我自一身 然后呢 现在就还有这一个 这一个呢 就是也是活鸡 活鸡妆啊 小的火鸡啊 火鸡 看一下这个叶子 这个都是老一点的枝条了啊 明年定位刮骨的小枝条 非常的漂亮啊 而且他也是一个弯的一个妆妆啊 弯的一个妆妆啊 弯的一个妆妆 像这种妆妆装子很难得啊 非常难得 也很难挖很难得 这个长 这个妆妆的上面顶部的长度呢 也是10公分 十全十美 然后这个粗度呢 是4公分 四季发财 看一下这个高度呢 高度是16啊 也是16公分 66大顺 然后近高度 高到哪里呢 26 知道不啊 你就是20 30也是66大顺 看到没有 26公分 但又都是66大顺啊 摘上这样的装子 不想顺利都不行 我跟你说啊 非常的漂亮啊 非常漂亮啊 现在我先把这个装子先摘起来 给大家欣赏一下 好吧 这么漂亮的一个小老妆就已经搞定了啊 非常好的一个微瓶颈啊 现在是没有挂果子 可能你看起来呢 比较怎么说 没感觉啊 等到明年挂果子了以后 你就会问我 七七这个妆怎么卖 那这个你就要给我一袋大米了 你就要给我一袋大米了 非常漂亮啊 但是现在你要的话 要不了一袋大米啊 大袋大米也可以啊 这个装有没有朋友喜欢 有朋友喜欢的话 就记得跟我支一身啊 一圈可以看一下 佗佗非常漂亮啊 佗佗非常漂亮啊 哎 现在真正在中的季节啊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地儿了 想要一定记得跟我支一身 本期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了啊 我们